然後應該也會傾向於2B2T的這種形式就是不太管理啊 那外掛就是玩家自行舉報 那你有相關證據 驗證就BAN 杜絕外掛這件事情我覺得還是 畢竟一個感覺嘛 對啊2B2T當然你是都可以去使用 可是當你離開這個2B2T在其他伺服器或是我的伺服器玩 都是禁止的狀況底下 那去那裡感覺就只是解放 就像我說的由深入簡單 所以說不定解放到收不回來了 有沒有就是哇透視透的很爽啊 自動打怪啊或是有什麼能力啊 太爽了然後回來 回來回不來了 對所以我如果是我開伺服器的話 我一定就是會覺得就是外掛所有的都是杜絕的啦 對當然這種就是自由行政 自由行政你如果被人家檢舉看的是有的話 那就是BAN B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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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時候會有一些比較完整的規範 好不好到時候會這樣 隨意打架隨意打架這部分一定死啊 隨意打架你要打就打啊 體會一下這種2B2T的感覺 以前開伺服器也是會去想這些就是 有沒有你這種規範要規範很多 那你就要有很多的管理員啊或者是幹嘛 對 那就會很辛苦 那如果發現2B2T這種形式大家很喜歡 那我覺得就是可以去嘗試看看 透視什麼不用特殊材質包開什麼掛 其實我覺得那就是一樣道理啊 就是開掛定義好不好 或者簡單一點只要是作弊的方式的話都是禁止的 對 你用特殊材質包那UHC可不可以不行嗎 那就是那也算是作弊對不對 那你礦物描邊對不對 對在我們秋風那個秋風之前有說過UHC這也是禁止的 所以那也不行 那你亮度調整 改那個minecraft的設定把亮度調到最高 那這其實也是禁止的 對那都是作弊的方式 對 就是如果我開伺服器的話就是這些都是ban 當然這種很難去抓到 所以我覺得就是一個自由行政啊 如果被檢舉那驗證那就是就是ban 對啊就是這樣 反正就是觀眾自己互抓 就是自由行政的方式 最主要的話還是 讓大家在這裡有沒有 就可以自由的去破壞啊 或者是要燒殺 這樣說好不太好 打打殺殺都可以 都可以 就是盡情的play play遊戲 對於翹翹來說什麼是最重要的 開開心心生活啊 不開心也要過一天嘛 開心也要過一天 對不對 你人活在市場 也沒辦法活那麼久 沒辦法活個幾百年 好不好 開開心心生活 最棒 所以反正伺服器到時候會再有細部的 規劃啦 然後跟 伺服器組去討論 大家有想法也可以 可以說說 不過目前我的預計就是會是像現在剛剛說的 只要是 作弊相關的 就是會 明文禁止 那雖然我們不會有 特別管理員 去弄 基本上應該不太會啊 除非有些MOD或是什麼 想要當管管也可以 可是我就一樣 就是不用 不用很努力的去尋找 對 但是就是讓大家 有發現的話 你們可以去檢舉 那如果被檢舉到的話 不論是在那伺服器 還是在我的伺服器 都會被 被ban 對 所以就是大家還是要注意一下 我們就是以信任的方式 沒有亮度調到最高 我是指 你用Minecraft Minecraft裡面的調可以 對 因為有一種調法是 調設定檔 那他調設定檔 調到最亮 是 就是像你 等於是你玩Minecraft 就是有夜市的效果 就是 直接都是亮的 那是調設定檔 才有辦法 那就是屬於作弊的 的一種方式 對啊 那你當然如果是Minecraft裡面 對 那個亮度 我也是調到最亮好不好 我也是調到最亮 因為那很暗 調到最亮的時候 你到地洞其實都還是很暗的啊 對不對 以正常來說的話 就這樣 漁武挖礦 漁武挖礦礦 當然可以啊 都是生存 一定會要的啊 就只是會禁止這種作弊的 任何的手段 不論你是 比較嚴重的外掛類型 還是只是用一些 特殊的材質包啊 或是這種的 那種 都是作弊嘛 就是會希望是禁止的 讓大家 享受有沒有 最 原始的生存 但是又是無規則 所以 還是會很刺激 呵呵呵 反正看到時候的狀況 所以在2B2T有沒有 也是 一些取經 感受一下這些 到時候再看大家的反應 巧克力需要送機嗎 不用好不好 不用 人過得很低調 呵呵呵 那種都不用 巧克力在飛外掛 我去玩的話 我當然是 當然是 可能會有一些 權力有沒有 拼 彈一個紙 然後 所有玩家都少一半 不是阿 彈一個紙 欸 鑽石就跑過來了 沒有阿 會再看阿 會再看阿 對阿 但我飛 我一定可以飛阿 對阿 就飛一飛可以看一下大家的建築的狀況 這是幹嘛 其實我以前 我以前一開始玩minecraft 我也是欸 我是那時候 是從 1點 我想是 我 真的完全忘了一開始 忘了是1.2 還是1.2.1 還是1.2.2 但是就是那個時期 所以只差幾個月而已啦 對我是那時候開始玩 然後那時候也是 一開始 就像我剛剛說的 現在 玩台灣minecraft 然後那時候很lag 真的是 就是 玩得很 很很很卡 但是還是有努力的去玩 而且那個也是 沒什麼特別的規則 也是很多被破壞 我忘了他有沒有一些 箱子的鎖 忘記了 對 但也是各種被找到 所以都是要把東西買起來 很好笑 然後後來 則是在巴哈 找到一個不錯的伺服器 然後就開始在那邊游玩 而且玩得很兇 玩到 玩到 就是有時候會去舉報一些人家外掛 或是幹嘛 或是人家 亂罵髒話什麼的 那伺服器組就覺得 啊 你這回報好多喔 你當mode算了啦 然後我就說 可是我當mode 對不對 那就op的權利 我會 我還是想要體會生存 那你自己控制自己就好啦 我就說 對 好像也不錯 所以後來我就當mode 然後 我會開創造 或是觀察者去觀察大家 然後就會去抓外掛 可是當我自己在玩生存的時候 我就是不拿任何的資源 還是努力的去 享受 這樣子的一個感覺 自己反而開心最重要 現在盾牌被打一下好像會自動收回來要重新舉盾 就是被破盾 沒有你如果是沒有被破盾 就是都還是持續舉啊 對啊 被破盾的話才是因為要11滴嘛 才要 才要弄 送雞接雞都不用好不好 都不用 輕輕鬆鬆輕輕鬆鬆就好 摸摸巧巧會跟正義媽媽一樣的任務嗎 目前還不太會有啊 因為摸摸巧巧主要就是 會想要再去嘗試各種指定包 對啊 目前還是看台灣有哪些很酷的指令包會去嘗試 國外指令包會在看哪 因為不太 我也不太知道怎麼去查這個相關的 地圖我知道 但是指令包這種東西要去查 比較 比較 我還不太清楚 歡迎回來 歡迎回來 電腦版 麥塊操作方式還是有點不習慣 真的假的 我已經完全習慣了 因為一直以來都是玩這個 呵呵呵呵 2b2t未來有什麼打算喔 就是努力玩到一個極致啊 因為你生存來說還是有還蠻多可以去玩 尤其我們又是兩個人去玩嘛 所以還是有蠻多可以去play的 1.15戰鬥更新 反正那個等到正式再說啊 因為 你測試 很多的beta測試 跟到時候的正式其實還是有很多的出入 所以我覺得beta東西 就完全先不討論啊 等到正式出來的時候 再看是怎樣 再去處理 所以不用單箱 邊打 線上戰鬥 邊看台 很可以啊 完全沒問題 呵呵 模組生存就是不會啦 還是讓那些 其他人去拍 模組生存 已經就太辛苦了 之後也會去看啊 假設2b2t真的有一天 玩的差不多了 然後或者我的伺服器也玩差不多了 那就是再看看 兄妹生存 接下來還會往哪個方向前進 但是兄妹生存 一次還是以一個系列為主啊 所以現在2b2t 尤其他又 其實觀看也都還ok 那就是 持續的努力 生存下去 有特別練過PVP嗎 其實不算是有啊 就是之前有了解一下 然後後來其實都還是 因為這種東西就是你熟能生巧啊 你多玩就慢慢的會去 會去 感受到 你要 你要持續 對你玩很久都還沒有 進步其實很難啊 像我們每個禮拜五 其實都有玩一種PVP類型的地圖 那 在作戰的過程當中 你就會可以看到 其他 小小客們的 戰鬥的反應 有些打得很厲害 那你就會去 了解一下 那再加上我影片 對不對 都是會自己再去過目一次 甚至有很多其實都還是自己剪的 那在自己剪輯的狀況底下 那 會看得更清楚 就像是 你如果有練 跳舞也好 或者是 演講也好 這種東西你把自己 的行為錄下來 然後你在 觀看的時候 你會有 完全 不一樣的感覺 對 不論你唱歌有沒有 或是你各種的才藝 對 或者是你自己的各種的體育運動 你 從事的當下的感覺 你不斷的去練習的感覺 跟錄下來 從第三人稱去看的那種感覺 其實真的感覺完全不一樣 所以其實 如果你真的想要 去練自己的話 除了多多熟能神巧之外 我覺得錄下來 事後再去 去看自己的狀況 我覺得那都是很重要的 對啊 所以 我的PVP 相比其他的YouTuber 多了一點點的 厲害 我覺得就只是在於 就是在這個比較熟 然後你這個一直喜瓶 就要被BAN囉 而且還不會回答你喔 因為你一直喜瓶喔 對啊 所以就是 單純就是熟能神巧 然後剪片的時候 會再多留心看一下 就只是這樣 而且 真正 這也只是 就只是PVP 好一點點而已 你要更強的 其實都還是大偶人戰 因為他們 還是一樣啊 主要是在去玩的 你一直玩 當然還是會變得更強 然後再加上這種 是一種反應遊戲 所以更年輕的 玩家一定還會更厲害 都是這樣子的 對啊 巧克力到你家還會出嗎 會啊 前提是 有人邀啊 因為那是到你家 對不對 又不是巧克力 闖你家 直接闖到別人家 我沒有辦法闖到別人家 一定是人家有邀請 所以只要有人邀請 就是認識的 你不要說你們邀 呵呵 沒有辦法 這90萬個家 我沒辦法去 每個都邀請 我沒辦法去 但是我們認識的youtuber 有邀請我都會 都會過去啊 就完全沒問題啊 巧巧有什麼爆肝遊戲啊 只要是爆肝遊戲 我就不會玩了 因為我一直知道 沒有時間去玩 那就直接回去 遠離 2B2T的座標 之後等到 真正到一個段落 會再公佈啦 可是 現行階段都還不太會 對 因為你去公佈的話啊 嗯 它就會有很多的混亂在 像我之前也有公佈我前一個 根據地的 座標嘛 然後後來就 就有人留言就說 欸那邊被改得很好 然後我有請他 在FB訊息我 不過 比較可惜他沒有訊息啊 所以 前一個座標如果有人去 可以看看現在的狀況 已經也可以拍照 跟我講看一下 因為 我只能看一些觀眾的反應 那就有一些 有一些人說 現在那邊 原本有 有 做了一些東西 然後結果後來又被人家 全部都破壞光了 那這就是公佈 公佈 座標 的狀況 對 因為我還蠻好奇那邊的狀況 只是我現在的位置要跑到那裡 要 要跑很久 不能 不能就是為了這個 特地跑過去看完 然後又特地跑回來 那真的很吐血很累 所以才想說 欸如果大家 有人有去在那裡 那可以拍個照 看一下 瞭解一下 瞭解一下那裡的狀況 或者是之後2v2d 可能有一個 有一集可以這樣拍啦 不過 要去應該就我自己去 對啊 不然這樣佐久也會累很多 呵呵 旗幟要投票嗎 不投票嗎 完全我主觀判斷啊 好不好 完全我主觀判斷 還是會看一些 比較 中 打中我心的 好嗎 其實像我找的那個旗幟 就是我找國外 全部的 跟巧克力相關旗幟 我看到 最好